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多年的潜心摸索 到目前为止已经研发了阅欧 编钟 瓷鼓及吹奏等四个系列 仅二十个品种的青瓷乐器 这件乐器是我们近两年自己发展出来的 它的原型就是文房四报里面的镇子 当时我们就是说是秉承欧乐来自民间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这是欧乐一关的原则 它的所有的乐器来源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 为了深度挖掘欧乐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天丁章年邀上当地的青瓷考古专家谢纯龙 一起去慈西上陵湖采风 这里被视为中国青瓷的发祥地 早已明文海内外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也陆续发现了一些青瓷乐器标本 青瓷欧乐它作为青瓷文化的一部分 这里可以说是我们青瓷欧乐的圣地 我们时常会到这来看看 来走走 找一些灵感 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青瓷欧乐 多学习一点东西 这里是去年震惊中外考古界的 慈西市上陵湖厚思奥考古现场 在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发掘后 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秘色词标本 从而证实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陕西省福丰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秘色词 正是出自于千里之外的这个窑场 这一重大发现被评为 201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浙江省考古所的上陵湖工作站 丁昭年见到了这次考古出来的部分标本 其中的一件唐代的青瓷鸟形哨 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这种鸟形哨 也是当时的一种吹奏乐器 你们以后有人来参观 来叫我 我来帮你们听 然后让我多看点东西 这一天 丁昭年来到一家 曾经给他们制作过青瓷乐器的作法 他试图和制瓷艺人 一起开发研制 一些新的适合欧乐演奏的瓷器 这些碗我觉得音色还真的不错 我想在这一条音乐 你们欧乐这块产品上我想开发 希望你也多来指导 知道这是你支持我们 看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想你这里学一首 以后客户来了 我们也又可以说又可以敲 真的是真的 你直接把他眼球耳朵都吸引过来了 可以引起他更多的关注 共鸣了 对 以后我教你点演个简单的曲子 你把一面的碗拿出来 我给你跳一点 那么为什么有的碗它音色出来是花里不少的 就很多音 有的音就出来很纯 你觉得这是什么 那跟好后有关系的 或者你里面有空气有关系的 并不是摇里烧出来的每一件青瓷器皿都适合演奏的要求 一件能作为演奏用的青瓷乐器 从练泥 拉坯 修坯到烧灶等每个环节都要恰到好处 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就是一个小茶碗 小茶碗 好几船是手工做的 有这么多文力 这么深的文力要对发声机有影响 这个就是手工修夕的时候 它对音色的纯真 它可能就会有点影响 就说明以后做音乐这方面的生活势力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这一块 除了青瓷乐器和演奏技巧的研发 欧语曲子的创作 也是一个重要的课程 新研发的乐器 因为第一个我们研发的时候 自己是有想象的 这个乐器我研发出来以后 它以后的演奏状态 我希望是怎么样的 应该会有个初步的判断的 那么这样 第一个曲子一般最好是自己写 就是说给后来的作曲家一个处形 欧语从十多年前被复活以来 开始阶段一般是在明月当中 寻找一些比较适合欧语的曲子来演奏 但他们很难发挥欧语的音色特点 为了彰显欧语的特色 丁昭年开始尝试自己作曲 到现在已经创作了 《月遥开》 《破阵子》等作品 这一天 丁昭年在作曲时 记起父亲手中 还有一本古老的曲谱 于是他到老家周下来找父亲 在他看来 欧语的创作一定要接地气 张仰盛是原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 国家一级演员 十年前他应邀来到慈禧为欧语作曲 从未接触过欧语的他 开始和丁昭年 一起日益祭业地为欧语剖曲 在创作当中特别感觉的很有 能抓人的音色的一些东西 它的音色呢 就是说和民族乐队呀 和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民间音乐里边 听不到的一种声音 几经这个思考啊 和创作过程 创作过程很艰难的 也是很有意义的 也是很有划时代的东西 张仰盛根据丁昭年提供的素材 而创作出来的欧语 《月词峰》 在2007年第一届CCTV 全国民族契约大赛中 作为一个特色节目传言 让评委们感到很惊讶 《月词峰》也获得了 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 群星大奖 展示以后所有的民族音乐的专家 民族音乐的选手 和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各个评委 包括我们的台领导都很惊讶 他就哇 这么很简单的瓷器 每年都要去做大量的欧语推广普及工作 经过他多年来的辛勤培育 现在慈禧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喜欢上了欧语 在慈禧市的一些中小学里 都有欧语兴趣小组 对 现在有点意思 现在有点意思 你这手还是要保持松弛 好 这样就好了 好 到什么中学校 预产 预产演让他们把这个欧语搞起来 你就说我会欧语的 你们去买一套东西 咱们把它缠着下去 上次去比赛那个再来一段 好吧 一小段就好了 用相同的手法 相同的手法 你觉得那标准手法我是没错 但这个花品它跟那花品一样 这要注意一下 去年有个更可喜的现象 我们去某一所小学 做了推广演出以后 校长找到我说 丁老师你们这一场下来 大概成本是多少 我说大概给他讲个书以后 那他说能不能这样 我们中学部演出 你们再去一次 然后你们的成本呢 从我们来付 这个现象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欧语我觉得真正能做到有偿 有人能接受有偿推广的话 那么这个欧语前进就广阔了 从2017年6月9日开始 为期五天的《非宜新传》 浙江传统音乐展演颁奖 及综合展演活动 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隆重举行 源自大唐的欧乐美曲 在穿越千年之后 带着新时代的旋律 又回响在了人们的耳边 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